來看台北學校的今天正式開始 前台是有十一萬八千多的科興 是比起今年增加差不多兩千人 因為以前影響 學校也沒有開放家庭不開 不過如果說客人輕輕 沒有進行和快胎用性科興 是可以參加 科興的第一天是跟所學的和自聯 如果今天在這裡要這麼正 是這就是快胎用性科興 會在一般科分科的方議指令 科興 你們所總共有十七個人 DWTV科庭進行 新加坡六座最愛的學校 台北學校第一天 修宣科是數學A 因為這幾年的數A 但也都不穩定 歐巴改正位鑑別都不管 也讓科興比較在意 我會怕我不會寫 但是也只能就是看他出怎麼樣 我就寫 覺得他應該會改善一下 可能就是跟前幾年差不多的難度 不管我寫了幾次都還是不會寫 報轍今年一定會變簡單的心情去寫 就給自己一點信心 最近科興的時間 學生早 是要進行到 有後進行就中 現在一整半年 服用措施 相對開放 不用共識 放體溫 不過還是沒有開放加十八戶 也讓別人坐在外面 小朋友寫上去 家長沒有陪同會比較好 只是家長很辛苦 要在外面等 因為最近聽到也有很多人生病 也染疫 所以覺得應該還是要防疫還是要做好一點 比較安心 口罩戴好 他自己隨身有帶酒精有消毒 應該就差不多 這次學生也開放 讓科興經濟 無精準跟快泰 用線科興參加 在十三 環檬進行 組織同步 會安排在 有後科科 不過今天 環檬到後 才較近的人 都要在外科場 組織同步 還安排到 比方的 風越科場 因為我們不希望說 學生進來之後 會群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有特別的動線 讓學生可以依序進到考場 因為我們師大市有五個分區考場 那有四個學生分別在四個分區的考場 就是已經啟動確診的考場 台庫中心提起 新秀特地館是關卡學院 上一次學校有五千塊的館處 沒有簽名 科興要特別注意 如果沒有可能會靠幾分 另外在去的科學所要 包含 過後科分科材來 看考慮有幾點 數以%比上一回學校 就稍微看體管 0.15% 記者綜合報道